请雪神借宝 他日白决定有答谢 能为神尊做事 雪茵无须答谢 只是这水明珠 是当年神魔大战后 质扬神尊赐予我的镇殿之宝 对于雪茵来说 极为珍贵 敢问神尊所用何处 救人 可是为了 小殿下 他中了梧桐晶火 我与神尊 数十几万年来 从未有半点私交 没想到唯一一字开口 竟然是为了他 敢问神尊一句 您今日对雪茵所求 是以真神之令 命雪茵拿出水明珠 还是以故人的身份 请雪茵帮个忙 你又何言直说便是 要本尊如何做 才能借出水明珠 雪茵别误他求 只想入长渊殿 成为神尊的弟子 常伴在神尊身侧 心培得还有 对 Marvel Peace accused 分 един 门 优优独播剧場 我想要的是你平安 神尊收谁为徒 与你有何干系 小殿下不理政务 却要操这长渊殿的闲心 未免也太本末倒置了吧 夏军早就听闻 小殿下不爱休息 空挂主神之名 既然如此 你尽情地游山玩水便是 何必来着长渊殿 受这份努力 毕竟 白绝神尊的弟子 不是谁都能做的 有些德不配位置 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以免污了师尊的名声 自取其辱 成为神界的笑柄 沈樱 你逼我的 古地剑 古地剑 谁赢 今天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让古地剑送你走 没想到小殿下发起火来 竟有如此高声的神力 看来小殿下的确实现了当初的戏眼 学有所成后 便拆了长渊殿 雪莹见过神尊 白绝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上姑 从今往后 你与雪莹一同休息 神界那么多人 你为何偏偏收她为徒 水凝珠 神尊 雪莹方才是一时气愤 才冒犯了小殿下 雪神 若是你能换个花样 说不定神尊还能高看你一些 今日之事下不为例 若以后谁敢再挑事 本尊绝不顾心 你纵然是主人 我心不变 白绝永不复产权 这个画本是好 设计一些九头十腰的学问 我正好做一些再抄 无患听闻 说白绝神尊 今晚要再寝宫 单独宴请想一下 红线这么快就起作用了 小殿下 我们去准备吧 准备什么呀 给您更衣书写啊 既然白绝真神诚心邀请 那我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 对吧 不过咱们主婆二人 一定要以修行为重 不可以尽私些无聊的俗事 万一哪天白绝神尊 向小殿下倾诉钟情 小殿下也应该妥善应对 才不会失了主神风范 好你个无凭采风啊 才来了几天就胆子大起来了 敢嘲笑本殿下了 无患不敢 小殿下 我家神尊有要事与您相商 请小殿下去长远殿一趟 你回去禀报吧 我随后就到 是 相公 我有一事想与你商量 来了来了 白冰块居然主动给我倒酒了 莫非 他要对我表达心意了 我今日寻得一量测 能助你尽快接掌主神领域 好事啊 世间道法万千 学不可以终 你我一起通行 此次恐怕只对你一人前去 我一个人前去 去哪儿啊 战斗是提升神力最快的修炼方式 你需要一个人前往九优之地 九优 去多久了 一千年 一千年 在爱如明月朝山海 我知道我任性 我不学不术 我不爱修炼 我也不爱读书 但是我已经在改了 我会努力达到你心里的希望 别让我去九优 求你了 贵为真神 统领三界 很多事我们都神不了解 在天界 这叫杀头发 行 判多少次后 鸟千尘 手振点碎 光断天涯 总不愧 谁不曾替代 愿有天心来 往事前尘被揭开 谢谢